2014年,当警方进入张亚阳锁住房间时,发现屋里不止他一个人,沙发上还坐了一位长发女子。 张亚阳本人穿着白色衣袍,美容憔悴。 办案人员让张亚阳把他的行李拿出来,他却悄悄做了一个小动作,把一个什么东西握在了手里。 办案人员将东西揭过来,外表看确实是一个火柴盒,打开后最初呈现在眼前的也的确是几根火柴棒,但是最里面却藏得有别的东西。 最后对张亚阳进行了尿检,果然结果呈阳性,而他所带的围巾物品有1.15克。 最终张亚阳被拘留了20天,就这么在拘留所度过了自己51岁生日。 曾有大好前途的他,为什么会自甘堕落,又为什么会走上吸毒这条路? 就爱的他真的像剧中的乌鸦一样,穷凶恶极吗? 单身多年,频繁传出同性绯闻,又突然被爆低调隐婚,又是怎么回事? 张亚阳出生在香港一个贫苦的家庭,家里面一共有9口人,还有6个兄弟姐妹。 父母的收入又啥得可怜,经常吃不饱,穿不暖,但这还不是最惨的。 张亚阳9岁那一年还出了一场车祸,那场车祸也算是极为的怪异。 张亚阳那时候还在读小学二年级,和叔叔在街上走着走着,突然就被车撞了。 因为撞到了脑袋,张亚阳也失忆了,忘记了很多事情。 9岁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全都不记得。 而且头脑也变得更迟钝了,学习能力下降得很严重。 出院之后,张亚阳很少说话,也不愿意和人交流,人变得非常安静。 常常一个人跑到山上,然后呆呆地看着风景,脑子里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 也常常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,一种忧郁的气质溢于言表。 但老天赏饭,他生的面旁棱棱角分明,眼神犀利。 大导演林领东把他从摩托圈开发出来,演了一部有分量的电影《龙虎风云》。 在这部由周润发李修贤出演的影片中,张亚阳出演一个心肠狠辣的警察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林领东接下来两部电影里,张亚阳成了林领东的御用反派。 他演得有多到位,经常有人往张亚阳的家里扔石头,窗户经常被砸碎, 并在门上还会用笔留下一些侮辱性的字眼,这些让他非常的恼火,只能频繁地搬家。 张亚阳走在大街上的时候,也经常会遭到一些谩骂,在街上有人甚至会指着他鼻子骂他。 大家快来看,他不就是那个应该早点死的邪恶预警吗? 有一次监狱风云在电影院放完后,有个老阿姨追着张亚阳打骂,一边追还一边说, 你就是那个坏人,你的脸看起来太可恶了。 但别看张亚阳多演一些坏角色,90年代初期,他还担任过文艺片男主,在戏里和张曼玉谈恋爱的那种眼神柔情。 在这部叫《白玫瑰》的文艺片中,很多女观众将他视作文艺男神,彼时张亚阳的忧郁气质甚至不输梁朝伟。 然病了,这部文艺片之后,所有的导演照旧此起彼伏地请他演反派。 90年代中期古话仔的乌鸦哥让这份坏东风造极,至今和张亚阳一起吃饭吃不饱的神梗都还在网络流传, 因为戏里的乌鸦哥一言不合就掀桌子。 虽然张亚阳职业生涯90%的角色都是反派,张亚阳经常在街上走着走着,会被小混混突然缠媚。 亚阳哥几时说我做小弟呀,所以他总告诉别人,自己是反面教材,你比我每次当坏人都没好下场。 但估计那时张亚阳没有想到,自己有天真成了坏人。 进入21世纪后,香港电影《江河日下》大浪逃杀,不但逃掉了诸如万子良这样曾经的主角,对那些影坛绿叶更是通杀, 尤其是黑帮题材电影的消亡,让张亚阳这样的反派感到措手不及,工作机会锐减,他也踏上了北上拍片之路。 但命不好,2008年因为拍摄动作戏,张亚阳脊椎受伤,导致椎间盘脱开,引发了严重的后遗症, 死后不能再拍动作片,而且时常袭来的间歇性剧痛让他难以忍受。 一时间,张亚阳的职业生涯彻底搅乱了,一个没机会演主角,又不能做动作的反派,还有什么机会。 受伤以后的他没有再新拍过任何作品,心灰意冷的张亚阳曾绝望到想要跳楼,爬上窗台但又后悔了,他发现自己远眉戏里这么不怕死。 于是张亚阳暂别娱乐圈,一边治病,一边在赌场当公关为生。 一度有人拍到他坐轮椅的相片,遥想当年叱咤风云的乌鸦哥,影迷纷纷唏嘘感慨。 然而几年后,当他重回公众视野,却是出现在警方的通报里。 2014年,张亚阳因为在公寓吸食违禁品,被警方抓捕,由一位著名演员沦为了阶下球。 彼时坊间传闻,他是因为伤病止痛,才染上恶习。 不过,武航出身的鬼角七熊猩猩却明确表示,自己知道张亚阳身体很糟糕,但武航的人受伤都是打止痛针,不会用那种方法缓解。 所以张亚阳的真正动机没人清楚。 被关押释放后,他成为了劣迹一人,在娱乐圈更没机会了。 和他有相同经历的房主名张默,最后都是在老爸关怀下,退居幕后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。 张亚阳靠不了他老爸,只能凭借之前在赌场攒下的工作经验转战澳门。 他原与轩的老公陈荣恋合作,在澳门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。 人们再看到张亚阳时,乌鸦哥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头白胡须的造型。 早前有网友投票选举三十大香港年过五十美魔男星,张亚阳排名出奇的高, 却连男神郑一剑刘德华黎明都败下阵来。 张亚阳早在九十年代拍摄《古货仔》《只手遮天》《枪火》时,就人气暴涨, 方浪不羁的形象深入人心,之后他凭借一首《爱我别走》攻入内地市场,认真有量。 两年前,西米华还贵为澳门新进赌王时,老吴陈慧玲在澳门举办大型派对宴请兵棚。 张亚阳也有到场祝贺,当时身穿白衬衫,戴着黑领带的他,男人味十足, 肌肉暴力的感觉更是惹得网友纷纷流眼,好久没见张亚阳了,他好帅呀。 乌鸦哥还是风采依旧。 但出目前超过十年的张亚阳,至今仍有不少粉丝,虽然他一直都在港澳地区活跃,但无损大家喜欢他的热情。 早些某短视频网站都涌现出一批为张亚阳打call做视频的自来水。 据悉,瑞友博产的张亚阳曾经与百亿富商合作投资赌场生意,并在当地结识了比他年轻25岁的女友淼淼。 期间张亚阳还扬言视对方为结婚对象,没错,坐在张亚阳左手边长发飘飘,清纯动人的女孩,便是他的新任女友淼淼。 据说绕门人,是张亚阳在当地做生意时认识的,然已经拍拖很多年,仍恩爱十足。 苗表今年已经31岁了,但天生一副娃娃脸,加上皮肤管理到位,看着像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女。 苗已拍拖多年,直至近期有媒体发现,她左手无名指戴着戒指,似乎暗示她已经升级为人夫。 消息一出着实震惊了不少人,要知道她之前可是和不少同性传出过绯闻。 2006年,张亚阳和一个40岁左右的秃头男被传出了统局丑闻。 那时候张亚阳住在香港沙头角,一间他有水池的平房内,内栋房子可不是普通的房子。 这个平房上一个主人,就是绑架过李嘉诚之子李泽凯的世纪贼王张子强。 张亚阳在那里住的时候,基本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,和邻居也很少说话。 还在房子周围的围墙上,弄了一块黑布,盖住了整个平房,但是邻居还是经常听到,里面日日夜夜都有歌声。 整个房子也显得更加的神秘。 有一天,张亚阳为了清理门口的情侣单车,才把大门打开了。 谁知道邻居看进了张亚阳的房子里,有一个40多岁的秃头男站在客厅,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。 还曾经看到过张亚阳和这位光头男沙滩上晒太阳,骑自行车散步等等。 于是张亚阳也被媒体报道和秃头男同居,深陷统性恋丑闻。 不久之后,张亚阳又和苍梦乐队的蔡一杰闹出的绯闻,被媒体拍到了亲密照片。 蔡一杰也进行了紧急辟谣,说完全是凭空捏造,声称她和张亚阳只是很好的朋友而已。 张亚阳也说,我这么有男人位的一个爷们儿,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情? 虽然自己不能再拍戏,但是张亚阳还时不时地会接接商演捞钱,并且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,也开始积极地做公益事业,到一些贫困的大山里给老人发红包,随身带着摄影师。 时不时地来一个特写,也因此有人指责她作秀。 幸好在澳门的这几年,她的事业发展得还不错。 更难得的是,遇到了现任女友淼淼,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。 由于前半生太过大起大落,张亚阳刚与女友在一起的时候,并没有想过结婚。 16年,她接受采访的时候更笑称,老不对自己来说就像一座城堡,暂时不会考虑走入这座城堡。 不过跟女友相处久了以后,她逐渐感受到背后有女人支持的幸福,慢慢地更改变了想法。 最后祝福威亚哥能与女友喜极连礼,并快点生个白白胖胖的乖宝宝。